好了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工化学院 花鸟专项提升课程 我是你们的老师王川 现在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 看清花圈四个大字的同学呢 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 你们这个时候 只要是我一开始直播 你们觉得没有问题 我这边声音一响 你们都可以开始回复数字一了 我看到数字一之后 我就不用问你们了 直接忽略掉就可以 那么咱们今天呢 要学习的是喜鹊的画法 喜鹊呢 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 我刚才在课前的时候 跟同学们交流过 就是从它的名字当中 就能看出来 它带有一个喜字 对不对 也是咱们口号当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题材 课程名称呢 叫做双喜灵门 看到这儿大家也都明白 本节课的内容呢 也是属于那个寓意 非常美好的题材 虽然啊 它是一个鸟类 但它同样寓意着 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 在民间呢 大家将喜鹊 视为这种吉祥的象征 那么关于喜鹊呢 也有很多说法 比如说两只喜鹊 面对面 叫什么 叫喜相逢 两只喜鹊 中间加一枚这个骨铜钱 铜钱中间不有个眼吗 对吧 叫喜在眼前 还有呢 又有一种动物叫欢 对不对 然后呢 欢在下边 然后喜鹊在上边 又叫这个欢天喜地 当然流传最广呢 也是大家最为熟知的 这是什么 喜鹊登眉 又上 又叫这种 喜上眉烧 咱们本杰克 其实也可以叫喜上眉烧 就在眉花上面有喜鹊 不过呢 咱有两只喜鹊 也可以称之为双喜灵门 那么看看大家 今天要掌握的内容 本杰克呢 当然是以喜鹊为主 所以呢 大家要简单了解一下 鸟类的结构 这样呢 在之后表现 不同鸟类的时候呢 才会做到心中有数 虽然各种鸟类的大小不一样 形态也不同 颜色呢 也不一样 但其生长结构 大同小异 所以呢 在表现方法上 都是触类旁通 你了解了这一个画法 你在画麻雀 在画八哥的时候 也能用得到 所以呢 同学们一定要好好掌握 本杰克的内容 这对画鸟 以后画鸟 都是十分重要的 还有一个目的啊 就是争取你们画完之后 也能发朋友圈 对不对 这是你们的目的 然后咱看一下 事物观察 很多同学好像是没见过这个喜鹊 因为呢 这个鸟呢 它跟这个花花草草还是有不同的 这个花花草草呢 它长在那儿 它不动 对不对 它随便你怎么去拍照 但鸟不一样 它很难这个与它近距离的去接触 那么这个喜鹊的特征呢 也非常的明显 咱们简单的来概括的话 就可以啊 鸟类的头部 然后呢 再就是它的身子 然后呢 就是它的尾部 就是这三大部分 那么咱们在 从细节看的话 头部呢 又有它的嘴 对不对 嘴上边呢 又分为什么 上会下会 下会 也就是什么上嘴唇下嘴唇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它的眼睛 这如何去刻画 那么讲复杂一些呢 它的翅膀又分为什么 一级飞鱼 二级飞鱼 三级飞鱼 对吧 它是一层一层的 不过咱们在画的时候啊 咱们不能像搞生物一样 把它描绘的那么的详细 那么的准确 所以呢 我在画的时候也会 简单的给大家讲 就是头部 翅膀 尾巴 腿 对不对 那么待会具体的一些叫法 我有一个那个 课图稿 在课前也发给你们了啊 你们都能看到 还有一些生痞字 那么这个喜鹊呢 翅膀张开的时候 它这种一级飞鱼 二级飞鱼 三级飞鱼啊 还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呢 咱们在画的时候 不那么去称呼它 不过呢 咱们一定得知道 它这个翅膀啊 不是说从头到尾 就这么一根 而是呢 这个 它是一层一层的 看到了吧 不是从这直接到下的 具体画翅膀尖的这个用笔 包括尾巴的用笔啊 老师还是很有心得的 你们一定要好好听啊 好了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名画欣赏部分 这个名画欣赏部分呢 你们看出来第一幅画 这是谁画的了吗 有没有同学知道 就是画面左侧的这一个 知道的同学呢 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下 画面左侧的这幅画是谁画的 这张画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自己那个马力牌的颜色上 不是有两匹马吗 那两匹马就是徐悲鸿画的 这幅喜鹊呢 也是徐悲鸿的一个作品 大家都知道徐悲鸿画马 特别的有名 然后呢 其实除了马以外哈 喜鹊也算是那个 徐悲鸿表现最多的一个题材了 他在表现喜鹊的时候 虽然是用中国的一个毛笔和墨汁去表现的 不过徐悲鸿的一个造型啊 与西方的一些速写的表现方法还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他是受西方教育啊 这个西方一个画法影响比较深的一个人 那么你看 齐悲鸿在画这个喜鹊的时候就与他不同 他是这种大块面的这种喜鹊 方圆变化呢 也更有趣一些啊 这也叫什么喜上煤烧 对不对 下面画的是煤花 讲起徐悲鸿和齐悲鸿他俩呢 也有很多的故事啊 齐悲鸿在北京之所以到后来混的那么好 这个其实也有很大原因 得益于徐悲鸿对他的一个帮助 那个时候啊 这个徐悲鸿请齐悲鸿去中央美术学院上课 那时候还不叫俊阳美术学院 齐悲鸿就告诉他我不会讲 我怎么怎么去上课呢 徐悲鸿就是就告诉这个齐悲鸿 就说你你你你只画就可以 然后呢 这个我来讲 那由此可以看来 我今天这个工作还是挺复杂的 人家那时候齐悲鸿上课啊 他只人家只管子 只负责去画 徐悲鸿去给他讲 我现在呢 又得给大家讲 又得给大家画 是不是 那么那个喜鹊 喜鹊画的比较生动 然后呢 画的内容也比较丰富的 就是齐悲鸿的一个徒弟 王雪涛 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的在表现喜鹊的时候 有自己的独套 独特的一套手法 然后呢 喜鹊刻画的呢 非常的巧 眼神呢 你看 都非常的传神 并且呢 这个题材也是王雪涛 经常表现的一种题材 所以呢 你们课后如果有时间 也可以啊 搜一些王雪涛的这个 喜鹊啊 去临摹一下 咱们本节课呢 这个画喜鹊 你们也都能看出来哈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咱们本节课这个喜鹊的画法 其实就借鉴了王雪涛先生 这种表现手法哈 那么咱们在画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这两只喜鹊哈 他俩是相呼应的 你别到时候画的呢 谁也不搭理谁 是吧 下边这个喜鹊呢 眼睛啊 翻着白眼往上看 那么上面这个喜鹊呢 垂着头啊 张着嘴 感觉像给下方这个喜鹊呢 啊 讲话啊 也可以把它表现为这个两口子吵架 对不对 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画两只喜鹊的时候 就是就在讲 比喻成这个两口子嘛 啊 虽然这个案例跟上节课的不一样 就是上一轮课嘛 呃 上边这个肯定就像一个母的喜鹊 下边肯定就是公的喜鹊 对不对 这个上边的话可能会比较的多 具体的一个画法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就带着同学们一块来这个练习一下 我现在切换一下这个画面 好了 那么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老师的手啊 听清老师的声音 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六 好吧 好 其实喜鹊啊 他的一个生活环境 是特别喜欢在这种吵闹的地方 适应能力特别的强哈 一般在山区平原都有 我昨天的时候回小区就发现了一只喜鹊 我在下车之前 那只喜鹊就在我的车前边哈 他可能知道今天呢 要上这个给大家上喜鹊了 所以呢 这个喜鹊呢 专门跑到我的车前边 然后让我观察了一番 我还录了一个视频 我先挑一只大号的尖豪毛笔哈 这个时候你们啊 先不用紧张 我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鸟类的一个共同的结构 喜鹊呢 他比较喜欢生活在这个热闹的地方哈 你会发现喜鹊真正到这种山林里边 他会变得比较少 几乎是看不着喜鹊 那么你在这个闹市哈 什么小区里边啊 公园里边喜鹊会经常有 还有这种老家农村里边比较热闹 就是都有这种喜鹊 这个摘只花就摘一个花了哈 拍个草就拍个草了 那个鸟我是不敢碰 你们看一下哈 我把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结构图呢 放在了画面的左侧 对 今天用的是开三的纸 鸟类的嘴哈 都大同小异 有大有小 有长有短 有尖的 有钝的 不过呢 它共同的一个 表现方法都是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哈 咱们在画鸟嘴的时候都会先画他中间的这个嘴缝 你们看一下哈 这个嘴缝 老毛笔 漏风起笔按下去 往后一收 就中间这个嘴缝 然后上边呢 是上回 下边呢 是下回 这是一个闭着嘴的鸟哈 咱们呢就可以称之为啊 上嘴唇下嘴唇 这样呢 你们更容易记住 这是一个闭着嘴的鸟哈 鸟嘴 那么当他把嘴张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哎 先画这个地方张开呢 它就有一定角度了 张开的时候一般都会露着舌头 你会发现我在用所有的笔的时候都是一个漏风起笔 看到吗 毛笔比较 漏风 漏风 但是在画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哈 不要说是 我这个嘴画的越细越好 这种线条 描描描 很紧张 上面呢 一点点的描 然后下面呢也这么画 你看这种嘴呢 看起来就特别的笨 线条呢 没有这种粗细变化 也没有这种力量上的一个改变 所以呢 我教给你们一个方法啊 就是大胆的把毛笔啊 给它按下去 然后收快速的去收 这个时候你要怕阴 你可以占点浓墨 然后把毛笔的水分呢 给它多吸去一些 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嘴缝这个线条 你看 放大一点 按着中间 往后一收 压下去 往后一收 注意上边嘴唇呢 要比下边啊 稍微厚一点 所以呢 下边你看 起笔的时候 和上方啊 它俩的这个宽度 略有不同 对不对 上边宽 下边窄 很多同学呢 在画的时候 直接就画个三角形 这小娃娃 才那么去表现了一个鸟嘴 对不对 这样呢 是不对的 这是鸟嘴的一个画法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那个结构图 给你们圈一圈 它这呢 还有个鼻孔 这个鼻孔呢 是十分重要的啊 你不加鼻孔 它会显得呢 比较的空 那么真正啊 在表现一张作品的时候 你可能一开始 会把鼻孔加上 但是后来通过一些墨色呢 会把它给盖住 但是都要去画 再就是呢 它的脖子啊 在这儿 然后翅膀 翅膀呢 分为一级飞鱼 二级飞鱼 三级飞鱼 那么具体它这个一级二级三级飞鱼 它的画法上都是相同的 怎么用概括的笔墨去给它表现 我现在呢 给你们画一个它的翅膀 咱们刚才呢 学习的是它一个嘴的画法 那么 安利当中这个鸟的嘴啊 跟咱们所学习的呢 还略有不同 安利当中这个鸟嘴 你们仔细看看怎么去画啊 就是这是普通啊 鸟嘴的一个画法 后边呢 这两个讲的是一个不对的一个画法 用圆坎的话也可以 那你要做好这个固图啊 安利当中这个鸟嘴呢 有一定角度往下倾斜 对不对 你看用刚才这种漏风按下去 往后一收 然后呢 它没有说是像这样 给它连着过来 对不对 这样画这两笔 它是这种用非常非常虚的一个线 给它稍微这么概括了一下 通过后来呢 去给它染色 表现出来这个嘴的一个厚度 明白了吧 这样表现鸟嘴的一个好处就是显得更灵动 更生动 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翅膀 翅膀的一个大体形状哈 是这样的 它的羽毛呢 一层一层是吧 然后这又一层 再往后又一层比较长的 一共分为三层这个羽毛飞鱼 那么用笔的时候怎么把这种羽毛给它画出来 这种浓淡的一个变化 包括尾巴的一种表现的手法 这个时候你们认真听啊 仔细看看老师现在怎么去调墨了 你们学会一笔以后就知道以后在画鸟的时候怎么去表现了 我得让你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调墨的过程 免得那个课后 你们又来找我算账 说老师上课的时候 你那个调墨的时候 再给我们调整看一遍呗 再遇到这种问题 只要我讲过的 你们都要去回放里看 这下够清楚了吧 我把毛笔涮干净 从一开始跟大家一样去调墨 这是盘的浓墨 毛笔涮干净之后 一侧去占墨 看这个过程 一侧去占墨 然后把毛笔反过来 稍微调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墨色在纸张上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它有这种微微的浓淡变化 我给你们放大了看 多画几个 比如这是它的飞雨 其中一片羽毛 咱们挨着去画 你们能看到这种变化吧 你看通过这种墨色的自然音韵 来表现出这种羽毛 层层跌压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笔浆去蘸点水 再继续去画 你看 所以啊 我在一开始让大家调墨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过 不要把墨调得太死 调墨最欠记 在盘里 这么调过来之后 最欠记的 就是这么去搅墨 这个墨 你发现 我再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这个墨我调得很匀 很多同学不知道怎么画的时候 就一边在盘里 就这么搅啊搅啊搅啊搅 然后呢 你们再看看这种墨 这种墨 可以说是就是一滩死墨 没有变化的 我发现老师的纸要好一些 我用这个你们的纸 同样也可以画出来 这个跟纸真的是没有关系 可能是略微好一些吧 这个效果会好一些 但是 这个主要还是跟你这个 熟练的程度有关系 也可以啊 就是我指好的问题 这样的话 你们心里会舒服一些 说画不出来是老师指的原因 对吧 那么咱们在表现 一个翅膀的时候 你看咱们就可以用这种墨色 去给它表现 我现在把毛笔重新涮干净了 同学们 重新涮干净 毛笔笔尖去沾点浓墨 然后反过来 在盘里稍微调一下 这个 我先给你们勾一个 勾完一个 你们可能会更清楚的 能看出来怎么去画 咱们案例当中 有一个鸟 是往上翻白眼的 我先大概给你们勾一下 这样呢 你们知道我画的哪 待会儿啊 你看这个翅膀这儿啊 它是最外层 外层啊 这是一级飞鱼 对吧 然后呢 靠近这个地方 这是二级飞鱼 这是三级飞鱼 其实呢 咱们案例当中画的 还是比较详细的 那么真正当你画一张 写一画的时候啊 都会比较的概括的去表现 也有可能直接这么去画 注意哈 这个翅膀大的外形 就是这边尖 这边宽 那么咱们用这个毛笔 怎么去画啊 看准了 咱们画翅膀那种调色 调模的方法啊 画这个地方 比较沾点水 这是它的一级飞鱼 这个鸟啊 我是勾的这个地方 让你们看清楚 就用刚才这个调模的方法 漏风起笔啊 这么去表现 有长有短 然后呢 是不是要画它这个长的呢 长的 我再教给大家一片 一遍调模啊 把毛笔涮干净 让笔的前半部分去占浓墨 刮下来多余的水分 然后呢 稍微调整一下笔风 调整一下笔风啊 用另一侧 没有占墨的这个笔触去给它 但这个变化啊 不是说一定要给它表现的呢 非常的明显 这种最高级的一个表现出来的 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变化啊 要是说非常明显的话 这样呢 它会显得比较的僵硬 在墨色上 好 放大 你们看啊 这就是一个翅膀 那么在画尾巴的时候呢 它的用笔 我尽量前边呢 稍讲一些 因为这个鸟呢 跟其他画花不太一样 要是这个造型把握不好啊 它很容易把它画得特别的特别的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待会争取在画案例的时候 能够停 时刻停下来 让你们跟着一块去表现 尾巴的墨色呢 相较于翅膀尖这个墨色会更淡些 这个时候用淡墨啊 去表现这个 中等墨色去表现这个尾巴的时候 它那个墨色变化更容易去看出来 你看咱们还是比尖去占点墨 但是这个占墨的量一定要把握好 不如刚才占的多 然后呢在空袍里这么去调整一下 你看我画尾巴啊 比较长 用的是大号的尖号毛笔 毛笔也跟老师一样呢 按下去 这就 对吧 它的尾巴 然后呢 不要急着再去蘸墨 再去蘸水 把毛笔上的水分呢 用干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毛笔干了 对吧 现在咱们不着急去调墨 笔尖 去蘸点水 嗯 蘸完水的一个墨色呢 你看 它会由浓到淡 对不对 这边 再给它表现出来一些羽毛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它一个尾巴 你们对于刚才这个用笔啊 能够看清楚吧 包括调墨的一个方法 如果觉得能够明白就行啊 不要求你们现在马上就会画 如果能够明白的话 可以在这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期好吧 就刚才一个调墨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啊 就紧对于这个调墨 因为这个喜鹊啊 它跟这个一片叶子一个花不一样 你画一个花头 你画的啊 小一些大一些 无所谓 对不对 圆一些方一些也无所谓 那么你画个鸟 你要是说造型把握不好的话 那肯定就是成丑八怪了 是吧 像一个怪物 明白 它画不出来 画不出来就对了 画不出来说明这还是有难度的 这个你们一学就会 这不是骗人吗 我肯定还要再示范一下啊 我交给你们一只完整的 然后呢 咱们就开始画案例 趁热打铁去画 就是学一只这个下方 这只背对着咱的鸟 然后呢 咱们就开始从这个背对着的连续画上两遍 一遍是现在带着大家一块去练习 一遍呢是画上案例上 放大一点 我这老有人吵 你们能听出来是哪位老师吵的吗 不是吵啊 他也在上课 画鸟呢 咱们先从他的嘴部开始画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也有呢 可以从那个背部开始画 也是可以的 这个吸管颜色放在这 咱们先从鸟的头部开始画 画头部呢 先画他的嘴 笔尖 蘸点浓墨 水分呢 不要太多 我刚才调墨的方法啊 已经给大家讲的特别特别详细了 现在呢 我在蘸墨的时候 你再认真去观察一下就可以了 就没有必要说是 再让老师反复的重复一个问题了 好吧 这是浓墨 这是淡墨啊 画他的嘴 漏峰按下去 往回一收 这是他中间的这个嘴缝 对吧 刚才老师说呢 上方呢 不是说直接按这么过来 而是呢 非常虚的一根线 不要画的太实 现在不是案例啊 就是带大家分解一只案例上的鸟的画法 你看我现在呢 就把他那个鸟嘴的这个鼻子给他画出来了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鸟嘴的外形给他空出来 对吧 你看人 嘴 它是有外形的 对不对 就是你摸口红 它是往嘴唇上摸的 那你肯定不是拿口红往塞上摸 那这个时候 它的作用就是说 区分这个嘴和他脸部的一个形状 好 你要没有勾这条线的话 有可能你待会画他脸部的墨色的时候 哎 一不小心画到这儿了 你有这条线做个记号的话 哎 他就不如你再画过了 他的眼睛呢 咱们先给他圈出来 眼睛呢 到这儿 他是大概有一个这么个小三角形吧 啊 以案例上的为准啊 这咱们所以呢 从这儿开始画 椭圆形 蘸一个浓墨 现在看了吗 笔尖蘸浓墨 毛笔的水分很少 给他把眼睛点在上方 让他一个白眼球往上看 一般我喜欢呢 到最后再给他点眼睛啊 现在呢 先点上也是可以的 这是他的嘴眼睛 他的头部墨色比较的重 咱们呢 比姜去蘸点浓墨 水分呢 要比刚才画嘴 画眼睛的时候要多一些 咱们围绕着 他的眼睛周围 先给他 适当的 找出一些变化 把这个嘴巴 和眼睛 利用墨色给他控出来 你看 当他眼睛和嘴巴周围有点墨色的时候 你看 你会发现那个鸟头是不是就挺有神的了 这个地方可以给他加上两座毛 这两座毛 你看老师用什么笔画的 用了一个比较扁的 还记得之前我用这种扁的风 给你们去画比较细的这种小草吧 就是用这种笔法 然后呢 他的下巴这儿 我尽量的都用这个称呼这个人的一种 名词啊 去给他概括这个鸟 鸟的头呢 比较的扁啊 不要给他画的太远了 因为呢 有圆 有方 这种变化非常重要 你会发现啊 我刚才呢 是笔尖占的一笔浓墨 然后呢 笔尖墨会越用越淡 这个时候啊 就利用这种越用越淡的一个规律 把这个鸟头给他塑造一下 不要老是用这种小笔处啊 该概括的地方 用这种大笔处 要大胆的去给他概括 如果呢 墨色不够明显 现在呢 咱们笔尖沾点水 找一找他这种浓淡的变化 这边呢 头是这么斜着过来的 外形很重要啊 这是他的头部啊 他的脖子这个地方 其实让他的背部给遮挡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喜鹊的头 画三根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接下来看看他的背部怎么去画 刚才呢 讲翅膀的一个条墨 但是呢 不包含背部 背部呢 也是用这只大号的煎号毛笔 墨色 毛笔的前半部分去占浓墨 在盘里 稍调两下 也是把毛笔按 转个圈 180度 侧风 可以先用指甲啊 给他圈一圈 他大的一个方向 这个时候呢 你在下笔的时候 你太大胆 再看事物观察的部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喜鹊呢 他的翅膀这一块是白色的 然后呢 他的腹部是白色的 包括齐白石和徐飞红 他们在表现的时候 都把这种特征给表现出来 所以呢 咱们在表现的时候 也一定记住 这个地方先画一截 这是他的背部 对不对 背部再往后 是他的翅膀 就这样 他的翅膀就这么过来了 他那个地方呢 是白色的 这一块 所以呢 咱要给他空出来 用笔的时候 侧风 给他这么扫出来 侧风扫出来 千万不要一下扫到这了 这样不可以 这就马上用到了 刚才调墨的一个方法了 低层这个飞鱼呢 咱们可以用稍微淡点的一个墨 比姜 加点浓墨 在这个盘里调一调 反过来 这边同样的笔法 我的毛笔是这么扁平状的 看压下去 扫过来压下去 这第一层毛咱们就画完了 接下来咱们再给他点 第二层 第二层的墨色比第一层稍重一些 毛笔啊 可以重新涮干净 蘸点这个墨 浓墨 调一调 你看我现在啊 都是每画一个地方 重新调墨 其实真正我在画一张画的时候 它是比较有连贯性的 不像现在给大家讲的 每换一个地方呢 都要再去调一下墨 毛笔反过来 注意哈 你的笔封最好呢 是让它打开 要是露着尖的话 你这一笔下去肯定是带一个尖的 对不对 毛笔打开 它这个尖呢会显得比较的饱满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毛笔打开之后啊 这么稍微测一下 测一下再往后推 测一下往后推呢 这个尖就不会出现啊 这个特别尖的一个状态了 最后呢 它有一层这个最外边的一层飞鱼啊 比较的长也比较的硬 咱们再来调点墨 你看我的毛笔啊 然后呢 给它反过来 先画最长的这一根啊 先画最长的一根 一点点的短上去 当然咱画的这个羽毛啊 它的这个几根几根跟这个现实生活中啊 是有区别的 你要是说啊 我一定要画这个 它长几根 我就换几根 这样是不行的 这边呢 角度不同 露出来的呢 比较的少 咱们呢 给它 加上几根 让它这么翻过来 这边呢 二级的这种飞鱼啊 简单的给它 概括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长尾巴的地方 这尾巴这么去长 这是它背部啊 喜鹊的背部 这个嘴是用一个淡淡的花青色给它染 还是这么横着吧 看有多肥 你看 真的喜鹊就大概就这么大啊 咱们几乎这个喜鹊是按照一个呃 现实生活中的1比1的一个比例去表现了 那么很多同学就问了 这个喜鹊在画面当中 头部与这个呃 他的身体与他的尾巴 他们的一个比例是多少 这个比例呢 呃 我不是回答不了你们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特别难回答 我也不希望你们在之后的课程当中再问老师 这个 比例啊 这个你们要自己去观察 画成什么样 老师都喜欢 好吧 我不希望给你们规定一个条条框框 咱们画那个尾巴来看一下 我先缩小一点点 尾巴的用笔呢 刚才老师给大家示范了一下哈 墨色要比这个翅膀稍微淡一点 如果把握不好 还有一种调墨的方法 这边不是特别浓吗 咱们先把浓墨 这么刮过来一点 在这个比较淡的盘子里给它铺开 还记得咱们在调淡淡的红色的时候 对不对 先给它铺开 然后在一边慢慢的调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你看这就是 扑过来的这点墨呢 是一个 中等偏上的一个墨色 中等偏重的墨色 这个时候 你再去调一个中等墨色呢 把毛笔涮干净 不是直接去占浓墨 而是呢 占刚才比浓墨降低了一个度的墨色 毛笔一侧去占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那么重了 来看它的尾巴 这一笔下去呢 它就有这种浓淡变化 然后再往上 因为作为这个尾上腹雨 它尾巴呢 是一个比较长的羽毛 对不对 那么在尾巴上面 还有一些比较短的小绒毛 恰好用一些干笔淡墨 可以表现出来这种特征 这边呢 毛笔也比较干了 咱们再占点墨 把它露出来的一丝丝的毛 给它刻画一下 你看 也是这种比较散的一个风 也可以呢 给它 从内侧往外 表现一下 这样会更生动 它的尾巴 是从这儿长出来的 尾巴比较的长 那么咱们在中间呢 给它可以再加条墨线 来巩固一下尾巴这种长度 它的胸部是白色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用一笔 非常淡的墨 给它带过 然后再往后带的时候呢 就用一个非常淡的墨线 给它勾过来就行 非常淡啊 墨线 腿呢 又是这个 浓墨 虽然是特别的黑 但是呢 咱们也不要用特别浓的 有一点墨色变化 可以这么给它点出来 一笔 觉得太小了 那么咱们就点两笔 这样就可以 这个翅膀和尾巴这儿 衔接啊 感觉角度有点问题 咱们可以再给它 这么去强调一下 然后再给它 把爪子 加上 中锋用笔 这个时候 一定要是中锋了 左下侧 丝毛怎么出来的啊 我待会给你们 看看 然后 抓在这儿 你们好像特别喜欢 这种丝毛的一个办法啊 丝毛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啊 这个概括的笔法相对来说更难一些 很多东西对这个毛啊 很好奇 我给你们 画一下啊 首先呢 你比如说这个羽毛啊 它一个 为羽 毛笔现在不是散风吗 对不对 散风 你在它的一侧啊 这么 去扫过去 漏风 它不就是这种丝毛的一个办法吗 甚至你可以笔尖再站得一点 稍微重点的散风 这就是丝毛的一个办法啊 怎么样 对这个喜鹊 感觉 它的一个画法 了解的话 跟老师再回复一个数字9 咱们 学案例 谢谢 巨齿的那个 这个地方吗 就是这种画法 这个散风 比较散的 比较厉害 你要是风 不散那么厉害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 对吧 也可以让它整体一些 风比较散的话 你可以 你看 它就是这样的 其实爪子呢 本想的是 跟大家 在这个攻击那一个 一节课 再好好讲一讲 那么这节课的爪子 它的角度都比较特殊 正常一个鸟的爪子 是这样的 下 就它的腿 一节 两节 三节 往前 一节 两节 三节 它的指甲盖 这就是一个 站着的时候 一只鸟的爪子 那么当它从这 抓着一条只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爪子 本来是这样平着的 对不对 当它抓一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就得这么弯了起来 当它弯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爪子 是不是就成这样了 对吧 然后从这过去 只干 让它感觉抓在上边 不像喜鹊 像乌鸦 那么你见过乌鸦没有 乌鸦要比喜鹊大好多 咱们呢 就是趁着打铁 先把刚才 交给大家 这个喜鹊 再重新画一遍 一般这个时候 我真的是特别痛苦 一个鸟呢 一个造型 要给大家 画好多遍 其实我自己画创作 包括你们自己 画创作的时候 也能体会到 你们临摹 一张作品 要画好多好多遍的时候 你们肯定也是 就没有新鲜感 对不对 先找出一个中心点 现在就开始画上力了 看过我作品的同学都知道 我其实画鸟画的比较的多 各种鸟都画 小的鸟大的鸟 娃雀 八哥 是我画的比较多的这个鸟 这只喜鹊的位置在哪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中心点 课后的时候有同学问 就是老师在课上点了这个点子 每个点之间是有距离的吗 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点是我随意点的 点的是 这个点是区分大的块面 就是画面 把它给它分成四块 我就没再去给它画一条线 咱们案例当中是什么 红色的一条线 对不对 所以你千万不要看 老师点的这个点 这个距离是多少 我都是很随意点的 我先把下半部分都露出来 这样呢 喜鹊的位置比较好掌握 现在呢 整个下半部分的这个纸张 都在画面当中呈现出来了 具体呢 这只喜鹊 它的嘴巴是在这个地方 头部离这个中间这条线 大概有个两三指的一个距离 你们自己去拿这个铅笔 也可以起形 不是不可以起形的 用碳条起形会更好 看一下这个身体部位 刚才呢 顾着给你们画 应该呢 在画之前标注一下 我给你们圈一圈哈 它的头部 你可以给它概括为一个方形 把嘴巴去掉 怎么个方形 是这样 一个平行四边形 是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它的身体部位呢 也可以给它概括为一个方形 是这样的 也是个平行四边形 嗯 这两个形 对不对 然后呢 尾巴呢 给它概括为一个T形 这只是概括的一个外形 千万不要画一画 这成一个小方块 一个小方块的了 全屏露个脸 现在对 现在是画案例了 画完案例 我有一些画鸟的小技巧 再给你们分享一下 因为这节课呢 这个争取让你们课后哈 在朋友圈炫耀一下 是吧 这都上了十节课了 肯定是有些同学呢 这个还没有信心发朋友圈 这个 这节课就给你们个机会 我呢 就尽量的慢点画 先画它的嘴 那么第一只这个鸟呢 你们刚才看了也都比较仔细了 有可能呢 在画第一只的时候 你们的速度可能会 还可能会超过老师 占一笔比较浓的墨 这个时候呢 来画它的鸟嘴 你们呢 可以选用一个中号的尖号毛笔 和小号的尖号毛笔 如果这个水分用大号的 不好把握的话 先确定一下这个鸟嘴的一个位置 它的长短看一下 记住了这个鸟嘴呢 它是用的一个比较概括的 上方呢 这个嘴 比较的虚啊 这一笔下方也是用这个比较虚的线去给它概括出来 那么你们会发现上面比较虚 中间比较虚 那么上面比较虚 下面比较虚 那么中间这根嘴缝 这根线是不是比较实啊 所以这根线 要给它画好 鼻子 鸟嘴的这个外形 对啊 我还要再画一遍 一模一样的 也有可能画着画着就画成其他的一个姿势了 我尽量不会给你们这么多的惊吓 好了 记住啊 这是画面的右下角 还是啊 可以先把眼睛点出来 眼睛呢 可以用浓墨去点 不是可以 是必须 要不然用其他墨色一点就阴掉了 比尖 占浓墨去刻画它的头部 这个鸟的头部比较的方啊 像留一个平头一样 你看这种鸟头的一个画法适用于各种鸟类 就我现在画的哈 你画喜鹊 画麻雀 画八哥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鸟眼一般是画的 椭圆啊 正圆都可以 鸟眼画太大了 那就太简单了呀 你的眼睛如果画特别大 那么你在大的里边再画一圈小的不就行了吗 然后浓墨不就把他那个外轮廓给盖住了吗 待会儿 那么你眼睛要是画小了 那么咱们就没办法了啊 画大了还是可以救的 就像整容一样 是不是 眼睛大了怎么都好说 是吧 割个双眼皮 也好弄 眼睛小的话 可能就比较困难 割完跟没割也没啥区别 注意这个地方的脖子的外形 我现在没有再去沾墨啊 我是比尖去沾了点水 让他在里边呢 有一些墨色的变化 这是一个喜鹊的头部啊 看来我对整容啊 这个理解的还是不够深刻 也不叫整容啊 割个双眼皮这件事 头部画好之后 你们看看头部整个的一个长短 跟咱们这个吸管颜色呢 正好差不多 对不对 那么这个头部差不多之后啊 它的一个长短 你还记得吗 它的肩部跟这个吸管颜色又差不多宽 所以呢 这个肩部靠左是在哪呢 你可以从这给它卡一道杠 对不对 然后往这再错过来一道杠 这么斜着 这就是它的背部 背部用什么墨色 笔尖去沾点浓墨 然后毛笔侧峰给它概括 毛笔侧峰概括它的一个背部 这地方呢 如果留一条白线的话 记住可以用弹幕给它堵上 或者留一点这个微微的一个阴韵的感觉 也是可以的 如果越看越想乌鸦 你就当乌鸦去画吧 那个来画它的翅膀 如果你这一笔啊 这个弯这么转不过来的话 就这个弯转不过来的话 咱们可以用两笔 这样往回一笔 然后呢 再接过来 往回一笔啊 两笔也是可以的 顺着这个 一笔 两笔 虚收啊 衔接住 虚收 衔接一下 虚收 虚收 就是它背部呢 白色的这个羽毛部分 然后呢 再画它的二级飞鱼 二级飞鱼的墨色呢 要比这个稍微重一点了 毛笔呢 也是侧面占墨 但这个墨色不是特别浓 对吧 现在这个边上的墨色更浓一些 毛笔反过来 待会儿留的这些白框啊 咱们可以再用其他方法给它填补上 然后呢 外圈还有一个比较长的 飞鱼 这个长的飞鱼 咱们重新调一笔墨哈 毛笔打尸 笔尖 占浓墨 这是正儿八经一个浓墨哈 挂一挂 反过来 注意角度 不要越画越宽了 这个翅膀呢 是往里越画越收着的 哈 越画越收 切换它这根最长的 最长的呢 你可以跟嘴比一下 垂直下来 之后发现右比嘴还靠左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翅膀 这边的翅膀呢 咱们啊 记得哈 还是我刚才强调的 要收起来 因为角度问题 这边看到的翅膀 比这边要小 然后尾巴在这个地方 这个什么笔 我用的一直都是一个大号的 剪好毛笔哈 你们在画的时候也要用一个大号 剪好毛笔 然后呢 咱们再继续给它 画一下尾巴 尾巴的一个角度 一定要把握好 它是往这斜着的 尾巴的墨色 与翅膀相比 要 还有它的背部相比 要带许多 这个翅膀的造型 角度 毛笔一侧去沾墨 从它翅膀 啊 这 连续性的两笔 往下 同样可以拉下来 看到了吗 然后毛笔比较干了之后 咱们笔胶 加点水 让它出现一个自然的这种墨色的过度 与变化 这边呢 哎 用一些散风啊 给它把这种 羽毛的状的感觉给它刻画一下 也就是刚才有同学形容的啊 锯齿是吧 但它不是锯齿啊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背部有些地方显得比较的空 尤其是这个白控 这个白控是什么呢 因为它的角度问题 尾巴呢 是从这搭下往下搭下来的 其实它那尾巴应该是从中间这儿长出来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用这个淡淡的墨给它把这个口封住 明白了吧 这样它才会更整体 现在呢 里边还是有一些白控 对不对 要用很淡的墨给它封住 为什么要封住呢 这样更能体现出它背部的一个墨色是白色 对不对 尾巴可以加长一点 稀缺的尾巴呢 比较的长 现在呢 咱们再把它的一个肚子 也就是它的腹部给画出来 有个同学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竹杆的毛笔它老是裂 我教给你们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好用的一个方法 我这没有工具了 有刀子 但是没有 你们不是买完毛笔 我先讲刚才同学提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笔杆很容易裂 我也经常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一般呢也懒得管啊 就是反正用废了 就就就完事了 毛笔也比较的多 然后我看有些朋友呢 他们比较爱惜毛笔的 你记得咱们那个毛笔买回来 是不是有一个塑料的套啊 那个塑料的套 你先呢 大概把那个头给它切掉 切掉 你把这个绳给它剪掉 然后你使劲把那个塑料的套给它撸下来 撸到哪呢 撸到这个地方啊 让那个塑料的套呢 紧紧的勒住这儿 基本上就不会再裂开了 哪怕是裂 它也一直把它给绷着 下节 如果听不懂 下节可给你们做个示范啊 然后它的腹部啊 是用弹幕 这么划过来 用弹幕勾过来 然后呢 腿部墨色啊 再给它稍重点的墨添加上 一笔啊 两笔 这个笔触几笔这个不重要 要把它腿的一个外形刻画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有点太阴了 然后画完这只喜鹊 咱们需要把这只腿呢 也就是它的爪子 先给它勾出来 这个北方呢 特别干燥啊 不论是这个毛笔 家具 包括地板 都很容易开裂 你像这个 呃 纹丸这种 香飞竹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知道 就长带斑纹的一种竹子 特别好看 有一次呢 我和我的老师啊 就在画室聊天 就听着那个就跟放鞭炮一样 就 就啪的一声 就不知道什么响的 后来找了找发现 就在冬天嘛 开暖气了 那个竹子就直接就给炸开了 然后画案子 也是那种拭目的 因为天气特别干 也炸开过 腿呢 有一个角度 斜着往上啊 中锋用笔 要挺一些 这种线条 然后这个后边的这根爪子 哎 按下来 然后呢 他指甲盖啊 这么 看他 抓着 这一侧呢 就看不到了 因为 这一侧应该是有三根爪子 抓着的 对不对 咱们就一根线条 概括就可以了 到最后啊 全干了之后 咱们用一个淡淡的画青色 再给他染嘴 好了 这是咱们案例当中的下方这只喜鹊 花这只喜鹊呢 咱们要开始画梅花的枝干 你们有没有跟着一块画的 然后画到什么程度了 是跟老师一样呢 还是需要等一会儿呢 记住啊 这个地方 阴了 应该没有那么宽 你们注意一下啊 尤其是到明天 跟着那个 回放再画的同学 注意啊 不要就是完全按照老师画的去表现 老师画的时候 我也会出现问题啊 我得主动给你们提出 这个纠正错误 你比如他那个肩部啊 这个地方有点太宽了 太宽了之后 这个背呢 就显得特别平 对不对 背平了 但是翅膀它不是平的 所以你们画的时候 明天这个地方看到了吗 哎 老师用手指遮起来的这个地儿 你会发现遮起来 要比露出来 舒服很多 你看我这是给你们做案例 肯定是没法再修改了 除非是重重新画 但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知道 好不好 就这个地方 不要画的太宽了 可以这么斜着 你们可以写个图标注一下 记着 好 那么咱们开始画梅花的枝干 画完了 阴的像乌龟啊 枝干呢 这个画法 跟你们案例 就是那个基础课当中啊 可能会略有不同 我画枝干呢 教了你们这么多节课了 你们也都能体会得到啊 在用笔的方法上 可能会更灵活一些 不要求就是说一定要中锋 一定要侧锋啊 所有的中锋和侧锋都不是标准 都不是一定的 要根据画面的一个需求来决定 能明白吧 然后这个枝干呢 是从这过来 拐过来 然后再拐过去 我还是用这只大号的煎号毛笔啊 没有换毛笔 墨色呢 是用一个中等墨色 我先把这个浓墨放在这个盘里 先给它铺开啊 然后再把毛笔稍微涮一涮 不要让它那么的重 因为你直接占浓墨 去调成一个中等墨色 是比较困难的 需要呢 先把浓墨给它啊 铺散一些 然后再去用这个墨调中等墨色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可以先从这啊 它的翅膀靠左开始画 大部分呢 还都是中锋用笔 先让这个爪子抓到这个枝干上 记住这个枝干 墨色 要与爪子留有一定的白控 这样呢 它才感觉像是抓在这个枝干上 如果你全都阴在一块了 那么咱们先画爪子的意义就没了 你看画完这个枝干 就得让这个喜鹊抓得结结实实了 如果你那个枝干画上之后 你发现这个喜鹊 一下栽过去了 一下躺过来了 那么它的久度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上课的地方在哪里 你们不知道我在哪上课吗 老师呢 是在济南啊 现在的确是挺冷的 晚上 然后呢 再从这给它拐过来 这个主要的枝干 这个主要的枝干哈 它用笔呢 要松一些 恰然不要说老干 也像新干的一个用笔方法 用笔要松 怎么松呢 有一个好办法 把毛笔的风给它打散 对 具体位置是小黑窝 你们这个看到这个枝干的用笔 可能有点懵 我在画下一段的时候放慢速度 因为放慢速度 它毛笔 你看它是有一个 我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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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 有个扭动的过程 你看 它就会出现 意想不到的一个浓淡干湿的变化 这个点 你们可以把它给忽略掉 我本来这个点呢 是表现了一个疤痕那种感觉 你的毛笔打不散 你可能太心疼你的毛笔了 对你的毛笔太好了 你看我用这种伞风推着往外过去之后 它自然有一些这种 比较干 比较虚的一些笔触 对不对 这种干的虚的 与这种湿的挺的 形成一种对比 这样呢 它的一个枝干 才会看起来更生动 丰富 用这种干笔呢 稍微重点的墨色 给它点一点这种树上的 老干上的一些台 因为我一直是在北方 很少去这个南方嘛 然后我国庆节去到了那个成都之后 我就发现了啊 原来国画里边的很多树干上的台点 真的不是乱点的啊 就是你去那个气候特别湿润的地方 你会发现它那个树上长的就是啊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青苔呢 特别特别的多 那么到北方啊 这个树就跟人的皮肤一样 干干巴巴的 就什么也没有 并且那个很多树 南方的树的表皮呢 看起来就特别的光滑 就跟人的皮肤一样 然后北方的这 那个树皮的那个开裂 就特别的明显 用浓墨啊 点一点 这个呢可以边画边点 也可以到最后画完之后统一去点 这细小的枝干 中方 下边这一根枝干呢 墨色稍微淡一点 我好像每节课让你们听着都像有点感冒的样子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感冒 不过他老是就这样 我可能是鼻炎的原因 老是听起来像感冒一样 这个细致啊 一定要用中风 这个所谓一定要用中风是针对于你们现阶段 你们发现我在画自己创作的时候 这个细致啊 可能也有些也是用散风去表现了 记得画梅花要怎么着呢 要有一些留白啊 添加他的花朵 哎 今天突然怎么那么多人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小枝的一个作用 有没有同学能够明白 这个小枝呢 他的一个作用是起到了画面的层次更为丰富 你比如说啊 咱们看个案例 这个枝干不是从这儿又上去的吗 一根比较粗的枝干 你会你会发现啊 就你直接连接在这儿 一个枝干出去之后 哎 他这个分叉就是一个大枝的啊 就一个维度 那么你从这儿再加一根 从他后边再出这个啊 这个粗的枝干 你又会发现呢 多了那么一个层次 对不对 这种细节是十分重要的啊 那么咱们先画这个小的细致啊 给它添加上 开核啊 这个 待会儿再给你们讲 哪个地方开 哪个地方是核 咱们现在呢 就往外开了哈 包括这个地方都是往外开的 有一个很小 很很小的地方 是起到核的一个作用 中风啊 下边呢 我就用了一些散风 这个枝干啊 是 花鸟画当中十分 难画的一个 地方啊 就是你 因为这个枝干 它差那么一点事 哎 对于这个画面当中啊 生动与不生动啊 就会 有明显的一个 差距 画枝干呢 我现在把这个 画面尽量的显得比较的 完整 咱们往上哈 这有个地方 特别像小时候玩的什么呢 弹弓 对不对 有个分叉 这个分叉呢 分出来的是一些小的枝干 这个地方先不用着急去添加 因为都是一些梅花 大概哈 给它找一个往右的方向就可以 咱们主要呢 要把这一个喜鹊站着呢 给它完整 这是中心点啊 别忘了 那个枝干 虽然是比较难的 但是它跟着你不断的练习 根据你不断的进步 你的枝干会有一个啊 这种 很快的提升 但这种提升呢 又不是说你短时间又能看到的 虽然说很快速啊 你把你现在所画的画和你上个月 或者是半年前所画的画拿出来 相比较一下 你就会看出来明显的变化了 只要你每天坚持的话 中锋用笔啊 这个地方很重要啊 喜鹊是抓在这儿的 你会发现这个枝干啊 它从这开上去之后 这不开出来了 就开盒的问题 出来之后啊 如果这个 它跑画面外边去了 右下角呢 也跑画面外边去了 从哪个地方得给它把气收回来呢 就是你整张画面的枝干 你要打得出去 还得收得回来 那么上边这一个小枝就比较重要了 整个枝干的气息是往左一下冲出去了 那么你就得啊 就跟那个放羊放牛一样 这个当它出去的时候 你就得使点劲 把它给拉回来 但是这个劲是巧劲 不是说加一个粗的枝干 它才能回来啊 只需要一个细细的枝干 小枝啊 从这儿给它拐进来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咱们案例当中呢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这样让它拐进来 你就不会觉得所有的这个这个气全出去了 一下又给它收回来了 对不对 你看我在用笔的时候 不是说一笔一下扯到头 中间呢 有一些停顿的变化 这样呢 才差不多把整个画面的枝干给它添加的 比较完整了 通过换完梅花之后 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整 咱们现在呢 需要的是把上边这只喜鹊再给它添加上 这个喜鹊呢 难就难再是先画了之干 后画喜鹊 那么你要是这个位置把握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头画在这儿 身子呢 到这儿了 哎 那个爪子怎么也抓不着 这儿 那就出现问题了 不过呢 你也可以设想一下 当这个鸟啊 你画的太靠这儿的时候 对不对 那爪子可能会画在这儿 画在这儿 你千万不要着急说 硬把爪子画在这儿 身子给它拉那么长 那么咱们可以主观的怎么去考虑这个改变呢 咱们可以从这儿再给它啊 长一根枝子 长 让它这个爪子给抓住 或者你画的太靠下了 你可以从这儿呢 再给它啊 牵过来一根枝子 让它抓住 而千万不要说 因为我一定要抓在这个枝子上啊 把这个身体画的太短 或者是太长 同样啊 这个是先画他的嘴 给他大体框一下 他的这个头部是在中心线偏右一点的一个位置 起确站立的枝干 站立的枝比干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干了之后 才能给他再添加爪子 我怎么画出来是黑乎乎的没有变化 这个呢 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课后一定要多画 我现在放大一点啊 你看看上方这只喜鹊 怎么去给他表现 这是中心点 咱们往下拉一点 把上半部分露出来 先画他的嘴部 这个嘴巴呢 也可以从他的 嘴的 里边往外去画 虚起 虚收 然后呢 在这个他的嘴巴尖子 嘴尖子 给他做一个强调 让他带一个比较重的尖 这样看起来 这个鸟的嘴呢 会更加的锋利 或者是尖一些 这个嘴呢 是张着的哈 记得他俩 要么是在聊天 要么是在吵架 你们这个 自己好好把握 我再给你们放大一遍画这个嘴巴 咱们画一个这个角度的还比较好画 对吧 这样你的用笔的方向比较的舒服 对不对 一笔两笔 三笔四笔 然后呢 里面有点变化 这一笔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你把你嘴张开 你把嘴张开的时候 别人能看到你腮帮的里边 对不对 那么这个嘴 鸟嘴张开也是 他张开之后 他能看到他另一侧 所以这一笔还是比较关键的 显着他嘴是有厚度的 所以呢 咱们再来从这也可以这样画一笔啊 两笔 三笔 四笔 这是他张了一个嘴 张了嘴之后呢 塞包呢 给他这么圈过来 这样呢 你看他里边 他才有厚度的 对不对 这才一个活生生的喜鹊 能不能先画喜鹊 你意思就是那个枝干啊 还没有画 先画喜鹊 对不对 也可以 也可以哈 也可以 你可以先画 把喜鹊上半部分给他表现完整之后 再去添加之干 这个眼睛呢 跟他有点区别 下边那个眼睛呢 是椭圆的 这个眼睛呢 比较的圆 啊 这个 一眼睛呢 一圆起来 就感觉是在瞪别人 对不对 你像画中葵 是吧 就这个眼珠子 瞪的 特别的圆 你要画这个 侍女 那么他的眼睛呢 就会是画的 当然不是特别的小 但肯定不会给他画的特别圆 可以给他点出来 往下看 这种两口子吵架的一个情景呢 你们能不能表现出来 就看你们心情啊 是吧 瞪着个眼睛 往下看 同样 还是要围绕着他的眼睛周围 先把头部刻画出来 只不过是这个低头的一个角度呢 在刻画的时候 可能不如这么顺着的一个角度啊 更舒服一些 也要把这个嘴巴的形呢 大概给他空出来 鸟嘴怎么响上 我再提个建议啊 你们那个给老师提问问题的时候 尽量不要出现错别字啊 这个一出现错别字 这个念着不通顺 有些时候想不到你们提的问题 很多时候 这个可能我发现一两个错别字吧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读不通顺的时候呢 就很难理解 这个脖子呢 是这么往下伸着的一个感觉啊 往下伸着 那么刚才画的背部还记得吗 背部的墨色比较的重 那么上方这只喜鹊呢 是他腹部的一个墨色 也就是其实呢 其实是他脖子那一块的墨色 然后呢 往他腹部这个淡墨的地方 有个过度咱们呢 可以用淡墨先给他圈出来这个肚子 这是他的肚子啊 然后脖子呢 往上 这是他的翅膀 尾巴 就是一个喜鹊啊 可以用这种非常概括简练的笔触来给他把大的一个外形呢 啊 找出来 这种方法也是这种速写的表现方法 在这个国画作品当中你们也能经常能见到 比如一些大写意的表现方法 就是用这种概括的笔法之间 哎 一个鸟是吧 我就画个头 说实话哈 呃 我要自己画创作的话 那么这张画我在这儿稍微点上两笔 翅膀呢 我再啪啪啪点上几笔墨 画上尾巴 就完事了 而不是说每一笔都很清楚的去表现 那么作为基础来讲啊 你们还是要一板一眼的去学习一下 这个地方几笔呢 要淡一些 相较于背部的墨色一定要淡啊 我自己画这幅画需要多长时间 我觉得 嗯 我没算过多长时间 我没算过多长时间 应该不会太慢了 但也不会让像你们想象的啊 特别特别的快 也不会这样 这个他的翅膀啊 给他用一笔这个墨色概括过来 然后呢 翅膀啊 一级飞鱼 不是 这是三级飞鱼啊 甭管那个几级飞鱼了 就是他的翅膀呢 就是一个翅膀有三层 有三层毛 咱们要把这三层毛呢 逐一给他表现出来 这一层这两层 刻画了两层了 对不对 第三层呢 注意与这个枝干 它们之间的这种 遮挡 遇到遮挡的地方 一定要给他留出来这个白控 这是普遍的一个规律 对不对 然后就是他的尾巴 完了 你这个说喝二两 他们都觉得我喝完酒 给大家上课 不会的 喝完酒画画 是古人 包括文人 特别喜欢干了一件事 最有代表性的 什么在课前的时候 咱们了解过 有个书法家叫张旭 对不对 这个喝完酒之后 然后呢 把他的头发 站 放在这个宴台里 站上墨之后 用头发开始写字 是吧 这也就是跟怀素并称的 一位草树书法家 练完武术画画 我觉得 好像不如喝了酒画画 有感觉吧 这个尾巴呢 它是看到的内侧 你比如说老师这个手掌 是他的尾巴 这是他的内侧 下方呢 咱们看到的是他正面 所以颜色呢 下边的要比上边要重一些 这个呢 墨色更淡 那么上方这只洗卷呢 咱们就 给他刻画完了 你在画他爪子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要等着这个墨 完全干透了 再给他 勾爪子 要不然呢 你的爪子一勾 全都阴掉了 因为在没势画爪子之前 这只洗卷啊 它是感觉 总会有点这个别别扭扭的啊 画上爪子就好了 你们是不是感觉就像这个变魔术一样 老师问 这个墨色怎么调的呀 怎么变化的呀 我都毫无保留的哈 全都告诉你们了 你们只是缺少一个时间和练习 哪能一口吃个大胖子 全部都能学会 洗卷画高了 画高了也可以 画高了就是洗上没烧 是不是 可别了 这个在在在直播间里 吹的老师的酒量那么厉害 就是我不喝酒 怎么加枝 你就是说先画的这个洗卷吗 再加枝干 画完这只洗卷之后啊 在等它干的同时 咱们可以去点一点梅花啊 这个梅花呢 咱们用到的是 还是啊 属红加点胭脂 就这个红色比较常用的一个搭配 属红呢当然可以多一点 胭脂呢只是降低它的纯度啊 咱们从第一节课到现在所用到的颜色 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不要那个要求太高了啊 虽然对自己要求高是件好事 但是一定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啊 说羽毛画不好是吧 画不好咱们还画不坏吗 洗卷有多大 你看一下这个吸管颜色 我往这一放的话 你这么比较一下 好吧 先调属红 再蘸点胭脂 把这个颜色呢给它铺开 你看咱不是直接调属红 蘸胭脂去画 因为咱们不需要那么重的一个红色 所以呢要把红色先给它铺开 然后呢再用笔尖去蘸这个红色 这个红色呢咱们在蘸的时候 跟咱们蘸墨用的笔法一样 侧面哎去蘸点那个红色 然后呢用背面去给它画 你会发现呢 这个墨色表现出来啊 这个颜色表现出来 它的这种变化会比较的丰富 这个花瓣点出来呢 感觉啊透亮 画梅花呢 主要要注意的问题啊 就是那个疏密关系 这个右下角呢画的多一些 这个地方啊稍微颜色比这个地方要淡一点 就这个地方淡 这个地方重 这个地方密 这个地方呢 啊仅次于右下角 然后其他的地方 灵星的几个就可以了 来吧 再给你们回顾回顾基础课当中所学习的梅花 梅花的花瓣呢 它比较的圆 对不对 咱们在点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把笔封漏的太多啊 稍微你看把笔封这么拧个劲藏起来 这是画的一个背面的啊 你会发现呢 它是背面长在这个枝干上的 待会点上画拖啊 用笔呢要有连贯性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背面的 你看如何把画瓣点的更圆一些 就是你看在点的时候呢 可以把风这么拧个劲给它藏起来 对不对 要么就是你用笔的时候点风测一些 测一些之后也可以避免出现特别尖的尖 如果颜色用的比较淡的话 咱们就把摩笔稍微一涮啊 沾点水再去这么去沾一笔颜色 你们前两节课的一个作业画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我现在真的是都都都挺自豪啊 在办公室觉得看看你们的作业心情大好啊 这个荷花还有机关花 就是最近这两节课真的是进步都非常的明显 然后在点花包的时候啊 更不要把它点的呢 太圆了 可以一笔啊 也可以慢慢的给它修补一下 这个花包呢 它主要分布的一个位置 就是支干支烧部分啊 你别在这个老干上 这个老干突然你给点个花包 就是非常忌讳的啊 你见谁家的梅花直接开在老干上 它都是在新支上去开 这种比较细的支干上 这个地方啊 咱们可以主观的再给它多加几个 这是呢 这个一小组梅花的点法 其他地方的一个梅花呢 要比这个地方稍微再淡一点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也是个背面的 这个红色呢 非常淡 因为它在这起到的作用 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不要把它点太红了 这太红了之后 它就在这个脚里感觉太突兀了 这个地方可以给它画成一个 政策 花包 注意 用笔的时候 点 把笔封藏起来 不要把花包点尖了 再强调一遍 下方的花呢 基本上画这些就算是 可以了 咱们继续添加上边的花 上边这一组花与下方这一组花 相比较的话 这个颜色要更淡一些 放大哈 咱们再来看一个这种四分之三角度的一个 梅花怎么去给它点 两半比较小的 三半比较大的 这样它一个朝向就是来往这个方向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往上边这个方向的 一半比较小的 每个花瓣呢 都让它不一样大 综合起来呢 看就让它整个聚拢在一个花心 这个位置 这漏出来一个梅花啊 注意哈 这不是长在老枝干上的 这是一些内部的小细致 穿插露出来的 这个地方呢 咱可以给它少画一些啊 不要画太多了 这个开的角度 稍小一些 然后点一些花苞 点花苞哈 一定要注意大小 疏密 就是你再画一张梅花的时候 无论是今天这张梅花也好 还是你之后单独画一张梅花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哈 在画面当中 你要么是以开放的为主 要么就是以花苞为主 千万不要把花苞和花的一个比例 画的呢 啊 太一样 就是因为你要有重点啊 你可以画上啊 三五个梅花 比较重点的梅花 然后其他的都点花苞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呢 偶尔有几个花苞 剩下都画盛开了 这样也可以 就是怕啊 这个花画的也比较多啊 花苞画的也比较多 这样就很麻烦了 有些地方的花呢 可以点的稍微虚一些 不要让它那么具体 也就是我经常讲的 画的含糊一些 上方这个地方 让它更淡 通过这种颜色的浓淡变化 让它把这个画面 体现出这种虚实的一个变化来 用一个非常非常淡的红色呢 可以再给它增添一下画面的气氛 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的话 是不是把上面画小了 还是把下面画小了呢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再逐一的把调整一下画面 这个时候呢 这也干了 干了之后 咱们用浓墨 给它勾上它的爪子 勾爪子的时候 先勾里边这一个 你免得外边的一个勾的太靠里了 它就缩到一块去了 先勾里边 在勾的时候 不要紧贴着这个枝杆 应该是往上空一些 给这个爪子抓着的地方 留有一个空间 让它感觉是抓在上面的 另一只爪子呢 画的靠下一线 你看这个时候呢 也要考虑到一个疏密变化 两只爪子近一些 中间留有白空 只要体现出三个地方 它都会有变化 嘴巴呢 用一些花青色 给它染一下 枝干化浓了 想办法 想办法给它破一破 因为我不具体 我不知道你哪里化浓了呀 还是整体都化浓 我整体都化浓的话 可以给它再添加 两两只这个比较淡的 给它醒一醒花面 因为全重的话 它就感觉花面太闷了 这个花青色 是用了一个淡淡的花青 加了一点淡淡的墨 不是纯用花青 随 这么一染 就可以啊 不要给它染的越染越大 好了 这个喜鹊算是那个完整了 之后啊 在勾花蕊的时候 你们仔细看一下 勾花蕊 点花托 这个也是呃 一个细节非常难表现的地方 你个梅花能不能画的 生动 很大部分取决于它的一个细节 是怎么处理 那么接下来你们就看看这个梅花 怎么去点 这一组呢 我放大一些 你们仔细看看 就是趁着这个梅花呢 有些拌干的时候去表现 怎么去画呢 我在这个颜色里边准备了一些褶石 这个褶石呢 到这个盘里啊 挤点褶石 褶石也可以去加一点点的 胭脂啊 我要找一只 我也不用找一只了 我继续啊 我继续用这只大号的尖号毛笔 好吧 你们在勾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一只小号的尖号毛笔啊 甚至有更小心的同学啊 问老师这个小红毛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用褶石 加点刚才呢 咱点花的一个红颜色啊 现在不是一个褶红色吗 咱们再加点墨 喜鹊当然是有舌头的了呀 待会咱们可以给它添加上啊 等着勾完花褶 你看就这个一个眼这种啊 这红色加一些淡墨 用大笔同样可以勾出这个比较细致的一个花褶 只要你笔封还在 我就是想告诉一下你们哈 这个不要老把这个错误怪到你的毛笔和纸张上 啊 以后再怪就怪自己这个练习的还不够 好不好 这个比较大号的一个毛笔 那么咱们勾一下花褶 花褶呢 有两种勾法 一个呢 是从它的花心位置往外去勾 然后呢 给它点 这是一种勾法 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勾法呢 是可以 就这个 可以从外往里这么收着去勾 就是两种勾法啊 在这个地方啊 你看虽然画了许多花 但就这两个露出花褶的 其他的都是背面露出来了一点点 然后这个花托在点的时候 它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让它长在枝干上 如果你点了花托一点作用没有 那还不如不点 对不对 看点上 通过点花托 花托 如果你想很精致的话 它也是分大小 对不对 你看这样一个花 它的屁股就连接在枝干上了 对不对 这个 空里呢 点一下 这样呢 一下就感觉涨上了 这些花包呢 这些花包呢 在点的时候 你们看看啊 一个 一个啊 两个 三个 可以勾三个小托 也有呢 可以一个两个 给它概括了 也有的呢 可以直接点上一笔 也可以给它概括 这个在点法上没有太多的要求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小花托 越靠尖上啊 越给它要松动一些 可以用这个点花托的颜色呢 给它 找一些这种变化 觉得这个枝干不够丰富呢 可以再给它调整 看到吧 这是这一组花啊 咱们都按此方法去给它表现 三个三个 三个三个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这不光是告诫一个人说平时干事或者学习的时候 在画画学习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 你看点完之后的一个花和没点了咱们对比一下 对不对 没点了它就感觉很松 连接不上对不对 在勾花蕊的时候 你们再仔细来看一下这一组花蕊 咱们怎么去给它勾 如果想要变化更丰富的话 那么咱们在勾这个花蕊的时候 这一组不是比较淡吗 花蕊的颜色也要比下边更淡一些 墨色调不好墨色调不好 一定还是要多练啊 你可以直接告诉老师哪个地方在调墨的时候不会 因为你直接让老师说告诉老师讲墨色调不好再让我去讲的话 我讲的这个关于调墨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这个半开的可以非常细小的给它点一下 并且如果咱们讲过去的地方通过看回放的话可以再重复去学习 那么尽量的话这样的话就不要让老师再重复的去讲了 因为省下来的时间都是你们的 省下来的时间呢 我可以教给你们其他的一些画法 而不要老师纠结于这个我这一张没学会啊 一定要把它搞明白 当然这是一个好事啊 就是一定要搞明白 不过画画他跟这个做数学题不一样 比如我小时候啊 这个学习不好 送这个老师家去补课 那么这个数学题呢 不会做通过老师的一个啊 辅导呢 哎 那么我这个题的解法和算法 我会了 我就会做了 那么画画他 他不一样啊 画画你就是我给你讲一百遍 你就是也能听懂 你第一遍也能听懂了 第一百遍你也能听懂 但是你就是不会画 这就是画画 与学这个 咱们这个文化课不一样了 不是说我把方法全告诉你 重复的讲就能学会了 所以我认为啊 画画就是说 还是要多练习啊 这个勤能补捉 看一下下涨 看一下下涨 待会儿我会统一给你们看 老塞 我不知不觉怎么又下课了呢 我听了外边有别人别的老师走的声音 我才知道已经下课了 你看这个地方咱们在勾花蕊点花拖的时候也要啊 找一些变化 找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呢 就是这个花拖和花蕊的颜色不要太重了 太重了的话咱们一开始画的那么淡的一个花包啊就前功尽弃了啊 也要点了淡的淡一些 与下方呢 这个有点不同可以略微的这么去给他表现 可能是我讲的 想讲的地方太多了 每一个地方都给你们拆解的呢 太过于详细了 所以呢导致每个地方用的时间都比较的多 老师呢 在一开始答应你们说想着啊 给你们再画画其他的一个鸟啊方法呀 上着上着这个时间就抄了 好了 现在那个梅花画完之后 咱们再整体调整一下画面 咱们这张案例呢 基本上就算是全部完成了 不过大家也不要着急走啊 我有一个画鸟的一个方法 还要和心得要与大家呢 分享一下 这张画咱们在最后调整一下啊 用一些墨呢 该点的点 该强调的强调 尤其是这种节点啊 分叉的地方 要给他强调一下 点抬点的作用呢 可以让这个枝干呢 提神醒目啊 好了 到最后呢 咱们再提个款就OK了 再给你们回顾一下 在画的时候 记住啊 老师讲了 这只喜鹊的尖啊 他的背 这个地方不要画太平了 老师把手 放在这 最后再提醒一遍 这个地方 要给他画的 斩一点 我没去青岛呀 然后他俩啊 这个眼神 包括这种 一个呼应啊 是给人的感觉呢 是像在交流的一个状态 你别那么着急再见 杨朴卓同学 我有一个那个换鸟的一个小方法 我在那个 课堂练习部分 没给大家讲 没给大家讲的原因 就是我怕讲着讲着就讲多了 因为这张案例 我想提早点 提前画 我先把这个撤掉 课后给你们拍个照片 这个方法呢 就是 无论画什么鸟 麻雀也好 八根也好 喜鹊也好 乌鸦也好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你要用一个形呢 先把这个鸟啊 给概括一下 他们无非都是有一个头 一个身子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这个大小 是一只八哥 那么同样一个造型呢 你把它缩小之后 这个头画的这么点 身子呢 画成这么点 尾巴往这 他的嘴呢 还可以往回看 对不对 爪子 这可能就是一个小麻雀 那么你要把它画的更大 那可能就是啊 可以画乌鸦 对不对 包括画一只母鸡公鸡 都是啊 无非一个头 一个身子 一个啊 尾巴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你学会画一个身子 那么你啊 可以接各种角度的一个鸟 头的一个形状 比如说哈 一个站在枝盖上的鸟 这是他一个身子 这是他的尾巴 爪子啊 那么他的鸟头呢 可以是正面的 鸟嘴 对不对 也可以呢 是侧面的 往这 往右 往左 也可以呢 往右 也可以呢 往下 所以呢 老先生把画鸟 就概括为了什么呢 一个鸡蛋 一个枣 一般画小鸟呢 就是说 身子啊 就是一个鸡蛋 头呢 是一个枣 所以呢 这个头 你想啊 让他往下看 就往下看 尾巴呢 往上翘 就往上翘 对不对 你画一个鸡蛋 再画个枣 随便给他一画 嘴巴在这 尾巴呢 同样可以往上翘 腿 这都是可以的啊 所以你们在遇到一个鸟的姿态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先学会概括 学会概括完之后 咱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呢 去给他表现一只小鸟了 先画个嘴 你看这种头部的一个画法 是不是跟咱们今天所学的喜鹊非常的像 这是他一个头部 是不是圆的 那么 身子这个画法 跟喜鹊的一样 侧风 给他表现出来 然后再给他画一点 这个 飞鱼 这个飞鱼呢 咱们就不再讲究什么 一级飞鱼 二级飞鱼了 把它的一个大的外形 给他刻画出来就可以 我是想通过今天所学的一个喜鹊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咱们通过今天这个方法呢 把它缩小 同样的笔法 咱们就可以画一只其他的鸟类 至于这个鸟类是什么 你们自己可以随便想象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它就是一只小鸟 对不对 同样的笔法 你把它缩小 落款留在右中偏向 右上 不要 因为那个还是落在右上比较好 落在右上呢 它那个画面会更加的平衡 那么到最后啊 那个你的落款落在哪 还要根据你画面当中啊 所空下的一个位置来决定 如果右上角画满的话 你肯定得找别的地儿 记住啊 就这个四面八方的一个鸟头 就这种方法 你们要学会概括啊 刚才是讲的一个身子 不同鸟头的一个画法 那么一个鸟头呢 比如这一个小鸟头 往左的 那么身子也可以画背面的 对不对 那么也可以改成正面的 都可以 还有400多个人啊 那个你们不要走 我现在呢正好再给你们讲一个 我本来这节课的一个PET里边 给大家准备了一段 这个关于画画的一些常识啊 就是这个常识呢 我也是摘自那个 周一贵的小山画谱 上一期的同学呢 他们也都知道 我给他们讲过 这段话呢 你们可以截图留意一下 也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也都能找到 我觉得这段话呢 是对大家初学者起到的作用啊 非常的好 呃 他里边所讲的内容呢 非常适合大家现阶段的一个学习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 画呢 有八法四肢 现在呢 给大家讲的就是其中的八法啊 就是说呢 一约章法 何为章法呢 找个画笔啊 就是一约章法 章法者以一福之大事而言 所以呢 咱们再画画啊 无论是大福小福 无论是 就是福大小 必分宾主 对不对 这就是咱们所讲的主次 然后呢 一时一须 这就是咱们讲的须时 一书一觅 对不对 一蹭 一刺 这就是咱们平时画画 都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什么 即阴阳昼夜 消息之理也 布置之法 事如勾股 然后这又重点又来了 在固图的时候呢 上边啊 一空天 下边呢 留地 这个更是重点 重点 现在所讲的呢 左一 右二 其实这个左一右二呢 就跟这个 左一右二 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啊 是不是就是疏密的一个变化 对吧 然后 上机 下偶 这不也是一个疏密的变化吗 然后约以三出 微型 漫团散碎 也就是我经常点评作业的时候 我说 哎 这个张作业呢 有点过于松散了 所以呢 咱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有密的地方和书的地方 然后呢 两根平头 枣和 下絮 这是他做了一个 比喻啊 那个不知得法 多不厌满 少不嫌弃 就是他构图 要是掌握好了呢 就是你画面 不论是多少 他都是 那个比较舒服的啊 他跟你画的多少是没有关系 首先呢 你这个画面构图要得法 然后大势既定 一花一叶 亦有章法啊 圆多非无缺处 就是 这里我讲的 画一个比较圆的花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要把它画的特别圆 对不对 要有一些方圆变化 有一些缺口 开口 包括画荷叶的时候 你看圆圆的荷叶 为什么把它画那么圆呢 然后蜜叶必肩 梳枝 是吧 你不能光画叶了 还得有点枝干啊 无风翻叶不须多 就是咱们在画 画的时候 为什么 我都是偶尔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翻转的叶片呢 因为在这个写一花鸟里边 翻转的叶片呢 它只占了一个 比较少的这个比重 但你当画那么一两片的时候 但一定要表现的非常灵动才行啊 不要说一张画面 如果你画的全是翻转的 那么全都乱掉了 不够整体 所以呢 就是翻转的叶片 不要太多 不光是没风的时候 不许多 正常画画都不用太多 向日背花一再后 相像不宜面凑 转之呢 切记蛇情 就是咱们只干啊 在转折的时候 不要给它画的跟个蛇情 S这种的 因为这种太没有力道了啊 转折呢 一定要方应一些 石畔栽花一空一面 也就是这个构图的问题啊 比如右下角画个石头 然后呢 花肯定是靠着石头的 对不对 那另一面 肯定就空起来了 那个花肩几鸟 必在空之 比如咱今天画的这个喜鹊 它踩在了哪呢 踩在了老枝干上 它没有踩在这个花上 对不对 然后纵有画材 不离规矩 好吧 你们结个图 好好品味一下 里边的啊 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每一句话 对你们现在 所学习的一个内容 都十分有帮助 我虽然就是天天啊 婆婆妈妈哭口婆心 给你们讲 就是书密啊 变化 虚实 那么还不如周易归啊 这几十个字概括的好 是吧 你们能把这个体会到了 那么在初学这个阶段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 好了 那么咱们本节课就上到这吧 你们看在我这么 用心的份上 记得把作业交上来 这样你们 也有 能被我点到的几率 也会提高 好了 感谢同学们 今天晚上的陪伴 谢谢大家的倾听 再见